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那么第四题和第五题对于很多同学来说都是一个比较难的题目 对吧 别着急 咱们先出两道小小的简单题来自以算一算 第一道题是32去乘以1.2 它等于多少 第一题啊 第二题 3.2乘以12又等于多少 你会发现这两道题算完之后等于几啊 第一个等于38.4 第二个呢 也等于38.4 我们说这两个算式用到的事宜都是32和12 可问题是这两个算式并不完全一样 对吧 下面是32 下面是3.2 下面是1.2 下面是12 那为什么两个算式并不完全一样 而得到的答案是正好一样的呢 偶然 巧合 还是 哎 就这个东西 因为第一个算是乘数里边小数点后面一位 第二个算是乘数里边小数点后面是不是也只有一位 对吧 那也就是说 只要你保证小数点后面的位数是一样的 它的成绩的小数点的位置是不是就一样了 对吧 那因此 亲爱的朋友们 你来看这个 我们上面这个算式 就看第一个算式 第一个算式是200 200.9乘以20.08 那么这个算式在写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这样写呢 如果这个地方我写成200.8 那么前面这个算式我就得写成什么 写成什么要取决于谁 要取决于小数点后面的位置 对吧 这个上面一共有小数点后面一共有三位 那么下面是不是也得保证有三位 也就是说你这个地方是0.8 8有一位了 那么这个地方一定得有几位 一定得有两位 对吧 那也就是说上面这个 是不是可以变成20.09乘以200.8 对吧 一旦我这样一变 你综合起来看一看 这个题的方法出来了吗 什么东西啊 哎 提供因数 对吧 因此这道题我们就可以转变成 哎 这种形式 把它变成200.8 那么前面这个是不是就转成20.09了 对吧 我们为了保证数值一样 下面一共有三位小数点 那么下面是不是一共合在一起 也得是三位小数点 对吧 那好了 那今天按照这个道理再接下去 写下去的话 那是不是就会变成 把200.8提取出来 那么括号里边就变成 20.09减去 20.07 那么这时候就变成了200.8 去乘以啊 0.02 好了 那么我们知道 0.02 是不是可以看成是2 呃 乘以2的话呢 就变成了 嗯 不是5 是4016 可你要注意 2008去乘以2 是4016的话 小数点后面一共有三位 123 那么小数点是不是要点到 4后面 对吧 老师这个比 哎 点起来稍微有点问题 应该是4.16 那么这道题是不是就出来了 对吧 哎 这道题怎么说关键是在哪来着 关键是你为了保证它的成绩不变 在移动小数点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啊 哎 成数中小数点的后面的数位和 是不是得一定是相懂的 哎 一开始小数点后面有三位 后来是不是还得是三位 对吧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立即第四题 利用了小数点的移动啊 啊 第四题说完了 咱们来看看第五题 第五题老师可真不知道 你是做出来了还是没做出来啊 咱们来一起看一看 第五题 哎 第五题是一个非常长的算式 像这种算式 我们打眼一瞄 其实我们就应该知道它的方法应该怎么做了 成组混合我们通常用的是什么 哎 利也是两个字的方法 叫做啊 抵消 对吧 哎 乘以一个数区再去除以同一个数是不是可以抵消 对不对 要注意啊是同一个数 你来看看这里边有没有相同的数 乘法里边是2 0.3 5 1.3 1.7 1.9 除法里边是3.8 0.51和6.5 有没有完全一样的 没有 但是根据你的口算习惯 你来看看 有没有相乘之后能够变成一样的 哎 不要看数位 先看你的数字就行 哎 你会发现哪两个乘的一起就一样了 最容易看的是不是就是2跟19一乘就跟我们的38是一样的 对吧 还有吗 那个是51 0.51是不可以看看51啊 51的话应该是跟谁啊 51跟 哎 3跟17是不是就是啊 跟51是一样的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啊 那不用说了 另外一个就剩他俩嘛 5跟13 老实说话是不是有点有点有点问题了是吧 应该是5跟13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看 根据我们刚才搭对的方式 你算法应该是谁 我们来写一写 这时候 语言算是应该等于什么 2乘以19 本来是38 但要注意 2跟19是不是有个小一点啊 后面一位是不是应该是3.8了 再去乘以 3跟17 3跟17本来是51 一位 一位 那么总共合在一起 成绩是不是应该有两位啊 两位的话呢 应该变成小一点在5前面 对吧 那是不是应该变成0.51了 对吧 咱俩看下一个 下一个是5跟13 5跟13的话是 口算行不行啊 同学们啊 太差了啊 好好理一理 5跟13是不是65啊 两个乘数的小一点 一位 所以 是不是加在这 好了 那么这几个书都写出来了 你再看看去除以的书 除以3.8 除以0.51 除以6.5 哦 真不好意思 有多不好意思 又极其不好意思 对吧 极其极其不好意思 3.8跟3.8 是不是可以抵消掉 0.51跟0.51 是不是可以抵消掉 6.5跟6.5 是不是可以抵消掉 那统统都抵消完了之后 剩答案是 啥 我通道语同学说0 乘数法抵消完之后 最后剩的是几 万一啊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那么这道题是不是就讲完了 其实我们这道题说 最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在速算法则里边 或者说在速算机桥里边 你首先应该能想到 乘数混合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啊 乘一个数除一个数 相互调调 对吧 当然了 如果是四个混合的话 加减乘数混在一起 那么最常用的应该是 提供因数 是这样了吧 好 最后啰嗦两句话啊 第一个就是关于小数点位置的移动 小数点位置 你怎么移都可以 但是你要保证 最后那个总数数表不变的 一开始的时候小数点后来有三位 那你移完了之后 这个乘法理念 是不是小数点应该也得保证有三位啊 对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关于抵消原则啊 乘数法的抵消 我不说了啊 这个刚才罗普很多次了 对吧 最后一个 关于三不变 三不变 很多同学是不是都不记得了 对吧 哪个地方用到三不变 咱们最经典的例子 是不是就有9去除以0.9 如果你不会算 倍除数除数都扩大10倍 倍除数扩大10倍 90 除数扩大10倍是变成9了 同时扩大10倍 上不变 那是不是这个90除以9你是会算的 对了吧 好了 亲爱的同学们 我们所有的例题正式讲完了 还差一道超常挑战 来看一看 一会儿 一起攻克调 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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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中